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旦男主就找到了妻子 但是此时的妻子躺在满是鲜血的浴缸中 人事不省 而站在一旁的女主也看到了这血腥的一幕 接着精神受到刺激的女主被送进了儿童医院接受治疗 但是似乎女主并没有得到良好的改善 男主便决定搬离这个充斥着痛苦回忆的地方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偏远的乡村居住 隔天的早晨 四处游荡的女主看到了一只漂亮的蝴蝶 然后跟随着蝴蝶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 女主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手中的玩具也吓得掉落在了地上 到了晚上 男主发现女主一直喜欢的洋娃娃不知道去了哪里 女主便说他今天刚交了一个新朋友 名字叫查理 随后男主便打电话询问女主的心理医生得知 人的身体机能会找到一种宣泄伤痛的方式 这很可能是女主太过孤独而幻想出来的一个朋友 并且叮嘱男主多陪女主玩玩 这样能更好地解决女主的精神问题 于是男主来到了女主的房中 本想打开窗户透气 但是却怎么也拽不开 为了掩饰尴尬 男主便回到了房间休息 到了凌晨2点06分 男主又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接着男主就在家中看到浴室被布置成了妻子死亡时的场景 但是等男主用狐疑的目光看向女主时 女主却说这一切都是查理所为 为了让女主摆脱虚拟朋友 隔天男主便请离异的金发妹来家中做客 还让金发妹顺便带上她的侄女来陪女主玩耍 但是女主和金发妹的侄女相处得并不愉快 女主警告她赶紧离开这里 不然就会受到伤害 不过这样的情况却并不影响男主和金发妹的发展 很快两人就互相留下了电话并约定下次见面 过了一会儿 男主看到女主正在和一个陌生男人交谈 这让男主心里有些担心 即便得知男人是隔壁的邻居也并没有放松警惕 并且男人的言语间还透露出了对女主的喜爱 这让男主更加有异样的感觉 到了晚上 男主刚刚把一壶冷水放到火上 但是还没等他离开几步 水就烧开了 这让男主感觉匪夷所思 与此同时 楼上传来了女主的欢笑声 女主声称刚刚自己在和查理一起玩耍 至于查理现在去了哪里 女主则表示 因为男主的到来 查理提前从窗户离开了 果然男主发现 之前他费尽力气都没能打开的窗户 现在正敞开着 等到男主离开后 女主又和查理玩起了作弥藏的游戏 就这样 女主一路找到了地下室中 随着灯光突然被切断 女主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等到男主来了后 女主神神叨叨的说道 有什么东西藏在了黑暗中 隔天金发妹来到了家中做客 而女主也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打扮得十分的成熟 并且还告诉金发妹 如果她不选择离开 那么就会落得和浴缸中自杀的母亲 一个下场 到了晚上 男主又在凌晨两点零六分醒来 而浴室依旧被布置成了妻子自杀的场景 果不其然 女主仍然称这一切都是查理所为 隔天在男主的要求下 女主带着她见识了查理的真面目 但是随后男主却只看到了墙壁上的一些诡异的图画 于是男主便请来了女主的心理医生 前来为女主做心理辅导 但是最后心理医生也仿佛并没有什么收获 过了几天金发妹再次来到了男主的家中 但是此时的男主正在听着音乐 并没有注意到金发妹的到来 于是金发妹便先来到了女主的房间 准备亲近一下这个未来可能会成为她女儿的孩子 但是当金发妹打开衣柜 想要查看女主所说的查理时 突然间就不知道被什么恐怖的东西下的连连后退 最后坠落到了楼下 接着警察接到了金发妹失踪的报警 来到了男主的家中调查 但是在询问时 女主却表示自己并没有见过金发妹 等到一无所获的警察走后 女主神情突变 并且拿出了一个只向2点06分的闹钟 就这样 男主再一次见到了布志成妻子自杀场景的浴室 只不过这次浴室中多出了一个女人 而那个女人正是之前坠楼的金发妹 男主预料之中 女主再次说这一切都是查理所做出的事情 随后女主给心理医生打去了电话 称想要摆脱查理 而男主也紧紧地抱住女主 表示无论怎样都不会让女主受到伤害 就在这时 家中的一扇房门自动打开 等男主前来查看却发现 自己在搬家时带来的东西都原封未动 随着男主的回忆 一切的真相都浮出了水面 原来男主的妻子在一次聚会中出轨 无法忍受的男主便杀害了妻子 之后还伪装出了妻子自杀的假象 而女主那天在山洞中见到的查理 其实就是男主 男主十分疼爱着女主 于是便想要成为女主的朋友 让他摆脱丧母的伤痛 而每天在两点零六分醒来的男主 是残暴的状态 其余的时间则是温顺的查理 就这样回忆起一切的男主 变成了残暴的人格 想要将女主也一并杀害 而之后返回的警察 也没能逃脱男主的毒手 与此同时 心理医生赶到了男主的家中 但是还没等他见到女主 就被悄然出现的男主打晕在地 接着男女主两人 玩起了以生命为代价的多迷藏游戏 一旦女主被男主找到 那么就会被男主残忍的杀害 女主一路逃跑到了山洞 此时心理医生也赶到了这里 就在男主想要杀死心理医生的时候 女主哀求男主不要伤害他的朋友 听到女主的话 男主的嫉妒心再一次发作 在灯光的最后一次亮起时 心理医生手中的枪对准了男主的脑袋 随着枪声的响起 男主倒在了两人的面前 电影的最后 心理医生抚养起了年幼的女主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女主竟然也具有双重人格 这部电影中扮演女主的小萝莉 演技持续在线 值得各位小伙伴一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声